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的日轨完好无损归还 莫特匪先生 请问检测结果是 我直接说结论吧 它是空心的 你听 轻轻扣机外壳 还可以听见回响 除此之外 它不仅是一个计时工具 还是一个精巧的损某器官盒 这个日轨是一个空腔结构 里面有夹层 通过仪器检测 发现夹层里存有一节纸质卷轴 不过 它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 只要找到合适的部件进行安装 鬼面上的两轮轮盘结构 应该是可以转动的 机关术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我更擅长的是黑石武器的研发 不过这种应用技术的底层理论都差不多 如果是黑石武器的问题 用不了这么久 安装部件 然后转动轮盘到正确的位置 就可以牵动机关盒里的结构 打开加层 拿到里面的纸券 不过 我暂时还没有想出来 这个配件的构造形态 用不着找那家伙 我能帮你搞定 我只是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 稍等 我有一个通讯 怎么了 你倒是消息很灵通 确实是很美妙的数据 品位不错 哼 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漂泊者 你有没有感觉 莫特斐先生现在的表情变得柔和了 还没有拜托莫特斐先生帮忙组装 看来莫特斐先生还需要一些时间 在这里旁听着 会不会不太好 漂泊者 我们等等再过来吧 你说得没错 这些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我倒是没想到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我倒是没想到 你的工作间 那个无处下角的地方 哼 你倒也不必说这种话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我们说回日轨的事吧 这个日轨内部有个精密嵌套结构 所以中间缺少的部件 要同时满足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需求 考虑到双层与整体的关系 这个配件要在有千套指针的基础上 再多一个向下的自动卡扣 我会画出图纸 不过相关组装配件在巷里的工作室里 我已经告知他了 需要你们协助去取一下 虽然做了一些行李准备 但现场 似乎比莫特斐先生形容得要 好上不少 不过确实让人有些无从下手 应该就是这个了 看起来沉甸甸的 回去给莫特斐先生看看吧 莫特斐先生 我们找到配件箱了 我看看 花颜结果也出来了 莫及时是普通水果 无毒 无害 无异常 能够正常使用 紫色的树叶 直接检测出了非常细微的残像频率波动 且有两种不同的波动 它们互相重叠的结果 反而掩盖了彼此的信息 变得更加难以感知捕捉 两种波动 这并不常见 而波动频率成扩散状 排除接触残留的可能 这不是普通的树叶 但也并非是残像擬太 结合数据报告 我的初步推测是 树叶的来源地点 应该是受到过海石的影响 海石是人类对悲鸣过后 异常现象的总成 无音区的行程 天空海 速回雨 石众等等 一切不同于往日的异常 都被称为海石线下 而悲鸣 是一切异象的起源 至于唐丸 经过成分检测 它并不是真正的糖果 而是一种口服疫苗制剂 这颗唐丸已经过期了二十年 而这种疫苗制剂 在低温下的保存期限 大约是两年 二十多年前的疫苗 难道唐丸指向的线索 与二十多年前的那场 经中儿童疫病有关 关于唐丸的信息资料 院内公共档案室 应该是留有资料存档的 公共档案室的档案分类方式 比较特别 可以先通过大厅的信息终端 检索关键字 定位到资料存放的所在列架 摩特匪先生 指针配件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应该就是它完整的样子 现在鬼面的两轮轮盘可以转动了 是的 将正确的方位信息和时间 对准已安装的指针卡扣的方向 应该就是打开机关盒的方法了 地之与四项 甘之计法 是黄龙特有的记录日序的方法 相对复杂 多用于立法、术术和命名分类 现在已经很少使用这种继续符号了 与这种技法有关的信息 命名分类 以黄岭类书为实 因传承的缘故 黄龙大多数据资料及管藏的分类索引 仍采用这种方式 以记录事件的时间 去分类档案 续列排布 类书可以理解为数据库 黄岭类书一般指的是黄龙特有的大型数据库中书 广内的公共档案室 也是以时而迟的文字记句方式 分类档案资料的 帮助 查到了 是位子里 毛 沉 四 五位 漂泊者 在这里 这里有两张照片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仅在寿人大典中远远地见过现任令尹一面 令尹的处事个性我无法妄言 但令尹救任后的所有证件策略在例行之下 大多都是明确且行之有效的举措 有些举措谋之深远 确实不似令尹的年纪 传言多为蔡氏常离出谋划策的缘故 参事是为令尹的俯臣参谋 不过听说常离大人意为经令尹之师 曾官拜中正省长使 却自行前来荆州 但常离大人亦有宁臣的传闻 心思弯绕 倒也确实听过这种评价传言 我们现在所获取的所有线索中 明确拿到的是 唐丸指向的线索 包含了解开日轨机关的信息 也就是说 一个信物不一定指向一个目标 有可能指向多个目标 而一个指向可能包含着多重信息 在此前 我们知道令尹想要见我 是因为她有想要告诉我的信息 而我想要见她 是因为我有想要知道的内容 暗藏在信物中的话语 包含了她想告诉我 和我想知道的两种信息 且并不等同混杂在一起 所以会显得令尹在固步一阵 她是在情态紧急之下 只来得及布下这第一层信息 无法进行更为精巧的串联 又或是她专算物一侧 心计久久连环 这第一层信息实责 是为了让无意间获得这些信息的人 无法精准定位 从而无法利用这些信息 最后 如果是泱泱 在这之后 会怎么精准传达想要传达的信息呢 强调 在接下来的信物所传达的信息里 再三强调正确的信息 我来了 我来了 终于散折了 怎么样 挑拨者身体还利索吗 白纸树 飘泱者的身体很健康 没有异常 信物的调查有了一些进展 飘泱者也有了些推断 还能有什么情况 正常当值 今天就老张叔的三花上了树 落地的时候 踩了陈皮叔的脑袋 怕他刷了一跤 承熙的二皇今天老是非 吓着了路人去劝了劝 还有接到了一件报案 事件走失案 刚登了禁 我还仔细问了问 跟飘泱者没关系 不过明天得去报案人 那瞧瞧 我还拿了飘泱者的终端编号 去搜索了 结果系统查无此编号 最新的记录就是 是今儿我带飘泱者去登记的 忙活着就到这个时候了 嗯 你说的对 哦 我答应带你去吃一顿可没忘 半三更天 夜市都收摊了 只能明早起早了 在当值前 约上泱泱白纸你 明早攀花饭馆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飘泱者有能落脚休息的地方吗 这就是溃冰待遇吗 哎呀 再说下去天都亮了 先把飘泱者送回休息的地方吧 其他的明儿再说 没关系 我一边要做过 她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非常的难 快点 神佛 不然 takim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和我一起去 我都可以 把我放在一起 不要 ق吧 我 always want to 方华爷,我带朋友来了 这次要三碗小面 加辣的 所以说 早餐 来一碗热辣滚烫的小面 是真让人身心畅快 飘泊者吃得惯吗 白纸似乎把自己 锁在研究院了 说十字打 昨天就没出来过 看来得把那些数据资料 研究透了 才能见到他了 哦,不对 飘泊者可能是特例 毕竟是数据样本来源之一 说不定绑在研究院门口 往外扯扯 能把华西研究院 所有人乘穿吊出来 最前头就是白纸 开口第一句 就是问飘泊者情况 对了 昨不是说 堂王和日鬼都有眉目了 现在就剩奇怪的树叶 跟一点也不奇怪的 莽急事 没想到顺路一趟研究院 就解决了俩 该说飘泊者太聪明 还是令尹确实没打算为难人 飘泊者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莽急事的话 不远处的市集就有在贩卖出售 去问问看 或许有什么线索 莽急事并非荆州本土的水果 应当是通过港口运输到荆州城内的 或是先从源头寻起 飘泊者是认为 接下来的信物 一定是引导出城的吗 通行权限也是一种提示 城内并没有什么关口 除缺边亭外 是用不着什么通行权限的 除非 一定要出城 这也能联系起来想到 也太厉害了吧 不过出城的话 我就没法再跟着了 怕耽误了执行时间 杨阳要保护好飘泊者啊 有啥事报个信报个平安 好好 我相信飘泊者 我会的 他不在家 有点大大 Wed 诚意外 诚意外 你们能不能奔和 迈瑰 他太重ider了 对 喜欢 二 不论是共鸣者还是共鸣者所配备的生涯 想要提升其能力都需要投入特定的资源 如果需要提升能力 漂泊者随时可以去训练营 寻找炎烟教官进行对应的训练 获取提升所需资源 请请请进行对应的训练 对应的训练 选择 再次判定 我需要任何人的训练 好 妖妖,你听到了吗? 我,我怎么感觉好像听到有人在哀嚎 那个方向是叶龟军用于备战训练的训练营吧 没有赤霞你说的那么夸张了 负责训练叶龟新兵的炎炎教官确实比较严格 不过,如果是漂泊者的话 大概那位教官也挑逼出什么毛病吧 城门的戒备和防 城门的戒备和防御都增强了 回城那时并没有这种阵仗 再往外走就出城了 除非有通行权限 现在北落叶方向不允许通行了 你这小道士 这城门岗已经换了几轮 你怎么还守在这儿 您是 昨天中午守城的军士 有幸再会 小道士共鸣者 自小习武 有一定自保能力 想要出城寻人 小道答应了失踪者的爷爷 必须寻回他 恳请二位军事通融 尽管你是共鸣者 但现在我们也不能让你过去 请见谅 明明城内一切运作正常 前线战士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了吗 正是为了让城内百姓能安心 才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 况且 戒严将军就带着兵在北落叶 战场危险是危险 有戒严将军在 他会看好每一个兵的 我们早将你的情况上报了 你大可以舒舒服服在城内等通知 又何必在这跟我们风吹雨林 苦苦相求 小道也已向寻宁所投了案 各种方法也有尝试 应了他人的事 理应尽力而为 小道明白军事难处 小道并不欲军事为难 若是小道在这儿打扰到两位军事 小道可隐蔽身形 推往五丈开外 百丈外一可 但以小道目力 千丈之外 堪堪堪清 军行集结也没有准信 就算你在这儿等着 也不一定能在这儿等到叶贵军回来 回来也不一定找得到你要找的人 而前线危险 路途条远 要等出去的机会 那通行全线 也不会从天而降凭空出现啊 全线何时无我 两人同行 是吗 少侠大义 小道渐行先谢过二位少侠 两位军事 小道如此行事 是否有爱 这 出师的全线等级显示是最高级别 在流程上是可以的 这个全线等级 带兵出城都可以了 是 也就是说 小道长想前往荒石高地的夜归营地 寻找退役军事的亲人 羊羊姑娘说的是 小道与志远并不相识 小道是在下山的路途中 遇到了志远的亲人 宗叶爷爷 当时他正独自寻找自己的孙子 但似乎自己也迷路了 老人家独身在外 实在危险 于是我护送他 到最近的荆州城里来 等安全了再做打算 完全不认识 但是却一路保护 把老人家安全送到城内 小道长是个好人 我和宗叶爷爷两人 一路走到荆州 也是多亏有许多好心人帮忙 宗叶爷爷有些糊涂 他独自出来寻找参军的孙子 陷入了难处 小道理应出手帮助 老人家的情况 小道也报过案 因城外情况 宗叶爷爷爷心骄 常常趁人不意 独自四处找寻 小道难安 这个莽疾是 叶片色泽鲜艳 果皮柔软回弹好 地瓣足有八片 果肉饱满 是个好果子 通过搜集的信息 小道得出 宗叶爷爷爷的孙儿 极有可能在荒石高地 而幸好遇到两位 现在方能出城 小道明白 地瓣身一融 你们是军人吗 怎么会这个时候在这里 前面就是残象潮的后方战场了 我是夜归军下的踏白成员 泱泱 寻人至远 你找的这个人是个普通人对吧 不是共鸣城 是 军事是曾见过 他人可还平安 是见过一面 他不是在意夜归军队吧 他似乎一直很想参军 好像从去年起 就偷偷跟在夜归行军队伍后面 赶也赶不走 后来应该是被福伯营的军区官带走了 如果他现在不在城内的话 应当是在前方福伯营的铸扎点 再远了去就是前方战场了 夜归是不会允许非军役的人以身犯险的 谢谢军事 如果你们是往那个方向去的话 我有事想请踏白的同僚相助 在你们去的路上 我们有两个附近的侦察塔失联了 可以拜托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吗 哦 明白了 我把侦察塔的坐标 发到你的终端上 我把侦察塔的坐标 我把侦察塔的坐标 前面便是侦察性标了 怎么会围着那么多人 看起来不是军人 请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这里离战场很近 很危险的 我们没干什么 我们这不是南下进城呢 请问这个侦察塔 大家快跑 哥 我走不动了 太饿了 别 别抓我们 我们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偷东西的 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这不是现在北边战事紧张吗 我们这些人没有物资 实在活不下去了 想来想去 还是打算回城过火 我们只是太久没吃东西了 身上的钱也用完了 很多人饿的都快要走不动路了 我们路过这儿 正好看到这里有些直线设备 军队都去打仗了 现在这里没什么人 所以才想趁机套点东西去换钱 侦察塔的损坏 可能会让这个方位突然出现残象潮入侵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前仙将士们将陷入父辈受敌的境地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要是不通 残象潮还没来呢 我们就先饿死在这儿了 不可窃取公物 请把零件还回去 这里到荆州城还有一段距离 我这儿有锅盔 给你们吃吧 这饼你拿着吧 这儿还有一些吃的 还有这些钱你们也拿着 这些应该足够你们走到荆州城了 这些都给我吗 谢谢 谢谢 你 你们别抢 别光顾这吃了 快来谢谢恩人啊 师父说过 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所以不必客气 小心 还是快硬骨头 小到好心相俊 你为什么还要伤人 我们这么多人 你给的这点东西可不够 实相的话 就把你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和食物 全部拿出来 我们也不想欺负你们三个年轻人 所以你们最好还是乖乖配合 否则 这么多人下手没轻没重的 到时候丢了命 可别怪我们 不义之事 小到不从 两位恩人请后退 物要被伤及 电停 我们忍受 我们错了 别打了 真倒霉 我已经给了你们食物与钱 为什么还要抢劫 难道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人 你们还有其他同伴吗 看装扮和身手 你们应该不是普通百姓吧 谁说我们不是普通百姓 我们是啊 只不过 前段时间 刚刚成为流放者而已 本来是想出城 躲开巡位抓捕 谁能想到北边战事 这么快就严重起来了 我们在营地里 人还没认熟呢 老大的家里就被掏空了 我们想了想 还是回城算了 我们走到半路 粮食和钱确实不够了 这才打几头东西的主意的 要不是赶上军营这边没人 我们也不敢来偷军队的零件啊 对了 既然你们好心 不如再多给我们些盘缠吧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 现在又负伤一批 这点东西真的不够用啊 抱歉 刚才给的物资 应该已经足够大家到荆州城了 即使有这么多人 也有所富裕 小道曾静身下山 知道一个人存活于世 行至荆州 需要多少物资 你这丫头怎么回事 多给点怎么了 我看你们也不缺呀 贪欲多苦 知足者负 小道刚才所失 只是为了你们可以顺利进城 不是 小姑娘你不知道 现在这时节 千言不好转 我们要是进城找不来活 那可难办呢 小道也是从山上而来 一路行至荆州 小道愚钝 事事半知不解 亦能在荆州得一口饭吃 诸位明明各有能耐 为何不行 若是入城后 确实找不着活迹 可以到六县茶馆寻小道 小道明见心 可以同诸位一起找活 做活 这 好吧好吧 我们不要就是了 我们走快走 我可不想再听 这个小道士的说教了 小道并非 算了 请等一等 零件留下 记性真好 你给给给 都在这儿了 你们只破坏了这一个侦察塔吗 是啊 刚偷第一个就被你们撞见了 但那边的侦察塔 那可不关我们的事啊 那个看起来早就坏了 而且周围还有好多荆棘 我们想过去也过不去呀 好 我们知道了 叶归的后方营地 也不远了 飘泊者 剑星小道长 我们可以把这些侦察设备修好再过去吗 我还能够 噢 好 我还能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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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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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心里还没数吗 给你 清单 实在不行 让他们直接联系我 去吧 快去 动作快动作快 这些物资怎么还没搬完 怎么还有人来 你们也是来支援的吗 等等 你们不是叶龟君吧 我是叶龟君下踏白成员 杨杨 这两位是 不好意思 稍等 小心 这箱子里都是药物 一会儿伤员下来要是没得用药 我看你还能不能在银里带下去 请拿清放啊 踏白 是支援人员对吧 这里马上会有一批前线伤员回来 正好 不好意思 我有个通讯要接 是我 怎么了 有共鸣者超频了 好 好 马上转移 我这就来接应 麻烦了 麻烦了 那个 你们先过来 帮我个忙 现在伤员已经在往下运输了 他们需要有人接应 但是我现在要去处理 超频共鸣者的事情 所以 能麻烦你们接应一下伤员吗 啊 需要我们具体做什么吗 你们只需要保证他们下来之后的安全就可以了 治疗的工作 交给医护人员就好 谢谢了 原来军队里这么忙碌 看起来他们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后方是这样的 前线的将士只要全身心投入到战场中 听命行事奋力杀敌就可以 可是后方人员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物资 医疗 维修 人员 后勤 只有他们在繁忙中有条不紊 才能更好地支撑前线 原来 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是这样的 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 局势如此严峻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接触不到这些景象的 所以不知道才是常态 我想 这也是军队想要看到的 他们想让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 而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忧心忡忡 担惊受怕 你还好吗 不用 我就是感觉有点呼吸困难 没事 没事 我去寻一下医护人员 我说了这点小伤不用下来 放我回去 请冷静一下 你的伤口还没止血 这点血算什么 少跳胳膊也拦不住我 我没有逞强 我的共鸣能力 是可以自行愈合伤口的 只不过这次慢了点而已 这些医疗支持 去给更需要的人吧 别动了 我们的检测不会出错的 来了就安心呆着 你们帮我摁好他 好 谢谢你们的帮忙 累了吧 快来歇一会儿 他们看起来伤得挺重的 别担心 都已经做了妥善处理和治疗 他们会慢慢恢复的 自从金岩将军改制 并成立了夜归军 伤员状况 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触目惊心了 听前辈们说 以前军队里还有很多普通人 那时候的战场 空气里凝聚的血腥味 连大雨都无法洗刷 相比于那种惨状 现在已经好过太多 这些伤口背后 可是他们击溃了成千上万只凶猛残像的证明 能进夜归军的共鸣折 哪一个不是以一抵白 伤到这种程度下来的人 击杀数绝对不低于这个数 祝国救民 普及群生 这些将士做到了 相较而言 小道所作所为 原来还远远不够 也不要这么说嘛 要不是你们在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处理完 现在伤员都稳定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还有事的话 可以先去忙 多有叨扰 小道来此是想找一下军需官 军需官不在这儿 他在军营上部 现在应该正在指挥军需发放 你们要找他的话 从那架电梯上去就行 漂泊者 那我们 这是些道馆里的食补方子 或许会对伤员恢复有帮助 请收下吧 啊 好啊 谢谢了 啊 还想找个小道路 库存确认了吗 备检清单呢 尽快把号材统计好 通讯路线也要检查 来小月 把这份清单帮我送到上部阿三那边去 不是小月啊 小月呢 你有什么事吗 堂扰了 我是夜归君属下 踏白成员 这是漂泊者和来寻人的剑星小道长 志远 志远那小子竟然一次都没往家里抱过心 夜归君近年来 已经几乎不招收普通人了 志远那小子却是个将的 去年战事还未像如今这么紧张 他就多次偷偷跟着福波营行军 总想着往前线去 送回城内劝回去 又跑了过来 所幸我就收他在后方帮忙了 但现金战事紧张 前线危险 我再留他也不合拒 我正想 让他跟着此次物资运送回城 正好你们来了 对了 他现在应该就在上部那儿 刚才看到你帮忙处理伤员 秀兰那儿可能更需要支援 虽然感谢你的好意 但军需十分重要 我得亲自在这儿盯着 金州是黄龙的关口 荒石高地则是金州的第二道关口 若是这里的关口有失守的风险 可就远远不止是金州的事了 残像不是人类 可不讲谈判休战那一套 只要残像还存在一日 战争就不会停止 而面对不休不止的战争 补给对于军队而言 就是最重要的血液 我的工作就是为军队输血 现在正是缺血的时候 是 那小道先行离去寻人 晚点来找漂泊者 央央姑娘会合 你干什么 哦 这 我错了眼 还以为你掏出了流弹 这是 莽吉士 这并非金州本地的水果 需要从外进口 多移水运 最近残像潮频发 优先保障城内生活物资 这类水果得等北落野前线捷报 纪言将军凯旋之后了 现在仅开放水运路线 由金州城以南的怨鸟泽滚潮港 运输入口 由叶龟调配福波军士 护送进城 再有的话 这种水果保鲜时间短 还有形式榴弹 易于混淆的问题 一般不会作为军用不及 是一种旧式武器 悲鸣带来的巨大影响 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科技倒退 资源短缺的问题 虽然那时已经研发出了一部分黑石武器 但人们对黑石的认知还并不全面 也因此造出了许多 新旧结合的不稳定产物 刘弹也是其中之一 但如今黑石武器进展迅速 而军队改制规范 已经很少能见到这种武器了 剑星小道长 可寻到所要寻之人 是 小道已寻到志炎小兄弟 接下来打算随福波运送物资的队伍 返回城内 先去与宗叶爷爷报个平安 资源本心淳朴 因受宗叶爷爷爷的影响 对亲身行军作战有了执念 一直想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与漂泊者泱泱姑娘一路行来 所见所闻 此时此刻 不远处的前方 应该远比我们这一路所看到的景象 都更加艰难与激烈 这些世间百态 由战而生 因战生苦 荣父师父之前告诉过我 上士得道于三军 中士得道于都市 下士得道于山林 志炎之心所想 小道并非完全无法体会 但志炎认为 从军夜归 那些严苛的训练考试并无必要 也不应该区分普通人与共鸣者 他在战场 亦有自己能做之事 能对抗之敌 小道觉得志炎所说 亦有其理所在 小道无法说服 于是 小道想起师父处事 在小道美行一事时 师父都要让我过一关 与师父切磋 小道并非想要志炎平白挨一顿打 师父常通过招式切磋 告诉小道道理 小道意有所得 此次切磋 漂泊者认为我是赢 还是输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尘 确实如此 小道承诺 不以一能取胜 但志炎尚尚不能揭取一招 在落败后 志炎了悟到 残像非人 而自己尚无自保之力 只是空谈上阵杀敌 军营中 却有自己可做之事 但 不过是自欺欺人 小道听闻 漂泊者与泱泱 还有需要处理之事 若是漂泊者 泱泱姑娘之后得空 可来六县茶馆一续 有缘遇见两位 甚性知 遇到剑心小道长 应当是意外 如果猛疾是指向的是战争 心力影响要说的 究竟是什么呢 漂泊者想到了什么 我觉得 漂泊者是认为 莽吉市的运输路线 是令你想要通过莽吉市 告诉漂泊者的重要信息吗 刚刚军需官有提到 南线是水运路线 上市在战场后方 风中就已经充满了 肃杀的气息 紧张 不安 湿边的将士们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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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将军 跟上青龙的指引 战 破局 反攻之神 趋势有动 趋势有动 长风而起 以退为进 趋势 等待时机 凌月签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过去 长风而起 长翼无畏 快 喜怒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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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突然呆呆地愣在原地,怎么跟你说话都没反应? 你看见什么了? 我的视野似乎变成了惨像的视角,看见了北落爷的情景。 你描述的那个男人,率军的青龙,聚气吞四眼,凌月万军之势,那正是夜归的惊奇,也是独属于夜归军将领,纪严的象征。 而就在不远处的战场前线上,纪严正率领千军万麻,抵御残乡潮。 会这么巧吗? 我们来到战场附近,正巧镇术军降临,正率军冲锋陷阵,又凑巧正是此刻,你跨越了空间,感知到了不远处的战场景象。 这场战事本身,便是某种异动的征兆,或者二者兼有之,从北落爷传来的流星,比以往所有时候都更加压抑,令人窒息。 漂泊者,此时此刻的战场上,一定存在某种东西,与你有着暂不明了的关联。 对,我没敢应当任何声音的频率。 漂泊者 之前白纸说过,树叶有残乡频率波动。 最后一件信物,树叶指向的方向,在那儿。 那是...中曲台帝,西芝村? 有时,静下心,审视自己的目标与计划,风中的讯息就会变得清晰,思维也会豁然开朗,不如漂泊者也来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